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兰花的触芽方法 那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在浇水的时候呢 给它在里面对上一点蓝鳞王 对水稀释溶解之后 一个月给它浇两到三次 就能够有效触芽 很多花友呢就不太相信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盆兰花是有尖词 给它使用这个蓝鳞王的 现在呢发芽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两条比较健壮的芽 然后现在这边呢 还有一个小芽 这里也长了两条芽 这是第五条了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条健壮的芽 这边底部呢 下面还有一条小芽 正在蠢蠢欲动 所以看我这盆兰花 虽然描述不是很多 但是呢 它至少发了七八条芽 功劳呢 就在于这个蓝鳞王了 那么这个蓝鳞王的话呢 它首先里面含有的 有益菌非常的高 它是可以调节质量环境 可以呢 让质量环境更适合根系的生长 既能够触根 又能够提高一只株的发芽率 所以它的 触发芽率的效果是很好的 那么可能有的话有觉得用的效果不好 主要原因还是占于你平时的养护不当 养护不当可能是平时的水肥管理 通风这方面没有做到位 然后导致你的蓝花呢 生长不良 或者是呢 出现了这个烂根烧苗的情况 那么它自然发芽也会非常的少 所以呀 用对触芽方法很重要 那么我们后期的养护同样非常关键 如果你养护不到位 你用再多的触芽妙招 那么你的芽也是发的少 甚至是发的弱 好了 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